我同步请接大使来谈一下 一方面 我分散风险 我不会再把我所有的资源 放在这个手机啊 放在通讯上面 20个军团 20个产业 二方面呢 去美化 去美会 这个5G的通讯设备 还是华为的强项 但是华为怎样 华为通过去美化 你美国要去中华 那我不会去美化 我们互相来嘛 对不对 通过去美化的战略目标 目前华为很强 它5G的通讯设备 你知道吗 你美国不给我零件 对不对 那我就去美化 美国的这个零件 占比不到百分之一了 成功去美化 而且昨天我们讲ASMO 有没有 那个流量非常好 大家这个 来不及上课的话 可以上网去补课一下 讲荷兰的ASMO 它是光刻机的这个大户 你知道吗 华为现在也开始 做自己的光刻机耶 是不是 所以求人不如求己 你在哪里制裁我 我在哪里跌倒 我就在哪里爬起来 华为的5G通讯技术 占去全球的百分之二十九 过去确实有些零件 它要用美国 因为是一个全球的 产业链的一个时代 光刻机我用荷兰的 这个很多零件 我用美国的 被逼的没办法 我只好自己做 光刻机我开始开发技术 很多零件我就去美化 你去我我去你 现在零件占比 不到百分之一耶 基大使你怎么看 这个华为也真的是很强 这个一连串的逆势重生 华为大逆袭 对华为现在 它是以电信起家 那后来迈入到手机行业 那它现在是多角化经营 那所以基本上 它是一个整个 一个是一个集团 就跟美国这个机翼通用很像 美国通用 它是这个传统机械 还有这种 它进入的领域 各方面领域 那华为现在也类似 那华为就是因为 手机售到美国 就是在这个高端晶片 这个的竞售 它事实上 它那个华为手机 高端晶片 它的鸿蒙系统 它的还有它的 那个麒麟晶片 过去只要是我们 台积电帮它生产 可是呢美国就一直禁令 台积电就不能替 华为做这个麒麟晶片 所以它的高端手机市场 就没有晶片 就制造不出来了 市场就萎缩了 可是并没有把华为 做怎么讲 还致命性的打击 因为我刚刚讲 华为是一个全方位的 一个大的一个集团 那我们看它的 整个营收来看 2020年它的营收 以人民币计算 是8914亿人民币 那美国开始打击 华为的手机行业的时候 2021年整个的营收 就变成6368 从8914到6368 一年营收就少了28.6% 这个制裁力道还是很大 28.6%的收入被砍掉 对一个公司来讲 是很大一块 是超过四分之一的营收 被打掉 那所以他讲说 这个不是纠正我们 是要打死我们 可是华为在2021到了谷底 它是20 事实上2020是华为 营收最高的一年 那到2021就跌下来 26.1% 就是因为把手机业 美国把它的 基本的麒麟晶片卡住以后 华为整个手机业 就本来要快已经到 世界第二了 要成为世界第一 那个关头 被美国及时出手 把它华为这个行业 基本上也不能说打趴了 就重创 可是2021到2022 这一年 也就是华为在脱胎换骨一年 也就是刚刚修昌讲的 华为的20大军团 整个产业重组 这个一年 它这个做了很多的奋斗 2021年的10月 它就已经开始有什么 它就已经开始有这个 第一批五大军团 已经公布了 2022年的3月 它又公布了十大军团 2022年的6月 又公布了五大军团 所以在这个短短 大概一年不到时间 它成立20个军团 就成立了 那就是说 那就看2021到2022 也就是去年 一整年 它的表现如何 那它的很有趣 我们刚刚讲 2020年 它的全力延收 6368亿 那2020年的营收很有趣事 6369亿 多一亿 那有人说它是 在帐上面 用了很大的技巧 不过基本上就表示 我已经止跌了 而且我还增加了 一亿人民币的营收 也就是说 我今天站住脚 那在这个中间 华为又做了很多的尝试 比如说它知道它手机 主要是什么 高端晶片被卡住了 所以华为在尝试 在卡脖子的部分 自行制造晶片 那么华为自己 透露出来的消息 14奈米的晶片 它已经生产了 可是问题就是说 良率还没有到达 比较理想的境界 所以华为的技术能力 是非常强的 以5G来讲 现在全世界过半的专利 都是抓在华为手里 那么6G的产品 6G已经开始了 那目前也是 大概就是只有中国 美国跟日本 三个力量在6G在布局 那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占整个6G的专利 里面是34% 基本上也是华为 还是领先 可是美国没有落后多少 所以华为的技术能力很强 所以刚刚讲这个光刻机 那事实上中国的华为也在做 也在做 所以这两个部分 华为一方面它在重新固阵 另外一方面它在短板上面 它自力更生 那另外一方面 华为也开发新的行业 这个新的行业 前一阵子也是很轰动 这个业界的华为电动车 中国大陆跟日本最近狂 卖美债 这个美债崩溃的一个节奏吗 那在去年12月 去年底的一个数据 外资累计抛售美债 已经到了4259亿美元 特别是中日两大债主 其实日本持有的比例非常高 减持的规模超过了千亿元 尤其是中国大陆 在去年就卖掉了1732亿美债 到年底还剩下8000多亿 那其实亲密的盟友也是一样 日本小弟一样照卖 卖很多不止他卖 中国大陆卖日本卖 巴西加拿大法国新加坡都在卖 是美国自己也在卖 好不好自己搞自己 是不是美联储吗 美国这个是各机关各搞各的 美联储负责要把这个通膨压下 对啊 他就要缩表减少这个 减少他的手段之一 对对手段之一 所以各搞各 而且美国的中央银行 他这个美联储 他不是公营的 他是私营的 而且美国很多州还有 他美联储是一个系统 我以前在cancer的时候 那边也有一个美联储 对 发觉美国有六七个美联储 卖的最多的就是他 对对对就是他 他不管啊 他说我只负责 我只负责把这个通膨压下来 那美国是不是负债过高 那是财政部的事啊 对那跟我无关啊 所以就各各一码管一码啦 不过现在其实除了这个中国大陆 跟日本在卖各有原因之外啦 因为美国就是说 刚刚董哥讲的很简单 美国是一个银行 大家都会存钱 可是他随时可以把外国人 存的钱没收 他变成强盗 所以大家怎么敢买他的债券呢 对不对 你到时候赖账嘛 美国呢从来没有赖过债券 可是 未来不排除 没有啊 俄罗斯的债券就不要卖 俄罗斯的债券就不要没收啦 对不对 那个债券 俄罗斯手上拿到美国债券 现在就是白纸啊 就是废纸一张啊 所以美国自己把他银行的信誉搞垮了 所以在卖的 中国大陆在卖 很多其他国家在卖 日本卖的原因 日本卖最多是因为他要买日元 他要保日元 因为日元怎么讲啊 日本过去两年真的是很笨 他让日元一直跌 可是呢 日本的所有的原料 都是向外面买的 你的能源价格涨了三倍 你日元又跌了30% 那不得了 那你那个整个他日元 这个整个日本的整个 这个政府的财政会垮掉了 因为你现在用日元再换成 日元贬值 你换成美金再去买能源 你是不是又更贵一层 所以日本就不得已 日本是去年抛最多的 去年抛了2245亿 那现在他还是要救日元 所以他还是基本上 那么还是会减持 中国大陆还是要8000亿 可是美国 中国大陆内部很多人说 最多只能吃1000亿 为什么呢 我没有必要拿这么多美元 我拿这么多美元 美国跟我一翻脸的话 这8000亿也没有了 所以我就留1000亿 那另外7000亿要卖 这个消息一出来拜伦 那个夜伦就受不了了 太花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好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哦